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把一个丫头拿给大哥做妾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怎么都没听说呢 就前两天 不过京副大哥自己是不愿意的 不愿意不也娶了吗 那他媳妇也肯 他肚子里的孩子流掉了 不肯也得敢 怎么就流掉了 就是因为 就 就 就流掉了 家里又急着抱孙子 就把那个丫头收进房做签了 是 可吃的 子 子 不 你们江家想要孙子 我给你生的不是孙子吗 既然你这么恨江家 什么都不在乎 那你干吗要在乎绿香 爬上姨奶奶这个位置呢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我什么都不记得 你说外头那个 外头那个你娶不到 这个大少奶奶你又讨厌 所以你说要我随了你 要扶我作妾 你怎么能不承认呢 你怎么能不承认 承认 我问你 我觉得你很不承认 你也玩吧 我们一起玩 我们一起玩 我换自己玩 我换自己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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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绿香姐姐玩去 我换自己玩去 我换自己玩儿 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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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跟你说 你以后永远 不要再去找她 知道吗 黄昏贵 讲故事给娘听 讲个故事都不会了 讲个故事都不会了 还要自己的女儿给你讲 你这个娘啊 是怎么当的呀 花花 来 到丽香这儿来 来 黄昏贵 讲故事给娘听 讲故事给娘听 老爷回来了 身子好些没 这哪儿还好得起来呀 她呀 就打算一辈子躺在床上了 好等着老爷回来 好好地疼她 再怀上一个 你呀 就好好躺着吧 可别来破坏我们夫妻的恩爱呀 你还嫌不过烦人 我是你房里的人 再烦也是要来服侍你的 不用 你看你这满头大汗的 我来给你擦擦啊 我说不用 擦擦嘛 你还不走 你是我的老爷 我是你的媳妇 你这是要我往哪儿走啊 我呀 是心甘情愿 死心塌地 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就算我们再不好 那也就这样了 要好呢 那以后 我们就好好地过日子 大天啊 以后呢 你就想开一点 让我好好地服侍你 陪你开心 不好吗 你怎么能随着她呢 大太太病晚了 她也不赶着回来伺候 这是什么媳妇 她娘就是想她了 回去看看 女儿嫁出门了 就是泼出去的水 这刚过门几天呢 就想娘家了 要这样当初别嫁呀 都娶进门了 还说这些 当媳妇的 老想着回娘家了 你说她弟弟妹妹的学费 我们都帮她付了 她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真是不像话 大海 过两天 赶紧把她给接回来 这 这回门至少也得七天吧 再说了 她该做的鞋 还没做出来呢 你当真我们 稀罕她那鞋呀 她能做 还不是让街坊邻居 帮着一块赶着做 她家就在镇上 以后啊 进进出出去店里 多的是机会回家探望 娘 哥 你来得正好 赶紧给娘沏茶 不必了 还想让她再把我身子气坏 她也不错了 早晚都来看你身体好了没有 这也是孝心哪 你回屋去吧 我懒得看见你 娘 您可千万别呀 她呀就是在屋里待不住 您怎么还敢她回去呢 去你是干什么的 还让她在屋里待不住 我 哎呀 你呀 这可是冤枉她了 她屋里有一个病泱泱的媳妇 她能带得住吗 哎 对了都好几天了 她还起不来吗 哎 哎 哥 来 哥 你先坐下 给娘沏茶 我去洗巴脸 别让你媳妇老赖在娘家 过两天就把她借回来 跟她说我们两个婆婆都想她了 一个都少不了她 所以催她回来是给她面子 知道吗 是是是 大娘想得周到 我知道了 大娘 那她这次回来 我就让她去店里帮忙了 去吧 我懒得看见她 哎 哥 那我先走了 去吧 以后还让锦云去店里吗 就她那样子 还能爬起来去店里 那么我去吧 你去店里做什么 在家好好伺候大少女来 我倒是想好好服侍她呀 可她天天见着我心烦 想着法地骂我 我倒也无所谓 这听也听惯了 骂也骂惯了 我是为她着想 你看她一天天着急上火的 娘 要不我还是躲出去吧 你倒挺能体谅人 你到店里去 我看了也心烦 她到店里去 你就被监视了 你当然烦了 我看 还是让绿香去店里啊 盯着她吧 省得呀 她老往那鬼地方跑 我真要去还怕谁监视 现在我还有脸去见人家吗 娘 你已经赢了 赢了 您到底还想怎么样 才算把我逼疯呢 随便 你们怎么样 我无所谓的 随便 让行 seizures 没有ング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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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p 直 side 干杯 干杯 你这喝醉了 你说那该怎么办呢 怕什么 这是我的店 我喝醉了 谁敢拿我怎么样 我跟你说啊 我不怕你 你不是要娶我做小吗 我嫁给你 我嫁给你 金凡 你真愿意嫁给我 真的 我 我嫁给你 我这生意 都给你 还有我 我也给你 毛毛 毛毛就给你姓刘 你养着她 她还给你一辈子 不 不不 不不不 不不不 她是姜大少女的 我不好养她 不好养啊 好 那 就让毛毛 还是姓姜 养了她 以后毛毛长大了 孝顺 不不不不 这不行 这样我就跟姜家 永远都扯不清了 再说了 我在这身上也得做人呢 是不是 我 我都愿意嫁给你了 你还跟我计较这么多 不是 我 就算是做生意 你也不能把便宜全都占了 不是 你是 我 我 我要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不是 我也算是 青春貌美吧 是 是 我愿意嫁给你 跟着你一辈子 你吃我儿子这么点亏你都不愿意啊 不是 我不是 那你每天上这儿来 什么意思 我不是来照顾你的生意吗 别装了 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是白医生 不是 我 我让你搂啊 我让你抱啊的 金副姐 你喝多了 别说了 我让你白白吃豆腐 吃豆腐是不是 不是 不是 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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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多了 人家刘老板是来捧场的 金粉 你闭嘴 不是 你 你是客人 我陪着你 喝酒 聊天 不是 我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看看 看看我这生意 我这生意 够懒的吧 男人都一样 你当我跟你了 都乐子呢 都乐子呢 金粉 金粉 再不闹了 快进屋去 金粉姐 进屋 进屋 金粉 进屋 金粉 进屋 你 好啊 我进屋 金粉 你 就在这儿 陪刘老板 让她 摸你的小腿 金粉 不闹了啊 金粉 金粉 不闹了吧 我先走了啊 金粉 金粉 不闹了 你站住 好啊 我都求你娶我了 你怎么还不肯呢 金粉 你先休息吧 我知道是因为 姜大少爷娶了小 你这心里不痛苦 等你心情好了 我再来 冷 我心里痛快着呢 她狠 我比她更狠 不怕能娶 我也能嫁 好了 金粉姐也别输了 放开我 别走啊 你干什么呀 来 回来 我刚要买你出场呢 不要啊 不要啊 先生 给我喝酒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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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们这儿不陪客人出场呢 不好意思啊 你滚 猴子 金粉姐 你还没事吧 什么叫 不陪客人出场啊 她非要带我出去 我顾在野 在上海舞厅 从来未听说过这种规矩 吓死我这儿的规矩 就是不陪出场 什么是规矩 你们别吵了我们顾太少的性啊 你们的舞厅都开成针接财犯了 摸几下就哭啊 我告诉你 不让客人摸 不陪客人出场 就别来捣舞女 不是让我们这些混蛋乱锅的 大爷我花钱了 凭什么不让我玩 你要想开店做生意 就别在这儿装唇 多少钱 你开个口 我就把它买回去开个包 我看看 他有多贞结 你来做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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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把它买回去开个包 铁牛 送客 这位爷 走吧 沈瓜 怎么 还敢客人啊 你去打听打听 我顾三爷是谁 是三爷呀 这样 去我那儿 去我那儿喝茶 醒酒 不必了 你那个茶馆我早就不去了 对了 你回去管好你那个儿子 别管到我们事 太小丑了 何见他得罪三少爷了 你们明明知道 新莲是我媳妇 你还让你儿子跟他交朋友呢 居然还准去提亲 你们这种人也配我 我告诉你 就算我把新莲娶回去折磨了 我也不会便宜了他和你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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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知道了 来 谢谢姐姐 我知道 你在江家过得好不好 你不会告诉我的 所以 就算是说江大太太生病了 说想你 让你回去 我也是不信的 如果真疼你 怎么会一驾过去 就让你去看店呢 娘 这倒真的是打海去求来的 所以说 疼你不是真的 做人媳妇 能不能得婆婆疼 是需要时间 慢慢来的 打海的亲娘呢 她对你好不好 她 你跟我说实话吧 她更糟 她更糟 她不像大娘 还讲道理 说话也顾人情面 她不好沟通 不过娘 好在有打海 她听打海的 她能帮着我讨她喜欢呢 我就说过 这种人家不能嫁 你偏要死心塌敌 嫁给谁家 不一样有婆婆 都要花些心思的 刘哥哥你来啦 我去看看 怎么一大早就来了 好好 进去吃饭 好 什么事啊 我有点东西 让你带给新莲 我不能帮你 不好 你知道的 就两本书 我早就买了一支放着 你就说是你的 谁能管你啊 你们已经不能再交往下去了 你还要新莲收你的东西 这会让她更难过的 就算我回去了 她要问起来 我也什么都不会说 这可不行啊 你得跟她说 我什么都不能说 你知道 我什么都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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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这个立场了 你现在是江家的人了 就不认我这个朋友了是吧 你就能看我在这儿急死难过死 更何况你现在是新莲的嫂子了 你更要帮帮她了 她遇到大麻烦了 你知道吗 顾家三少爷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了 怎么办 新莲这辈子是毁在我手上了 你跟江大海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她 何亲 你也先别着急 顾家少爷知道这个事 那也没什么的 你跟新莲那是正常的婚前交往 再说 江家拒绝你们婚事的事 镇上知道的人也不少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还没什么大不了的 顾家三少爷说 要把新莲娶回去折磨死她 周青 算我起舞你了 帮帮她行吗 要不要去找顾家三少爷 跟她谈谈看 跟那个家伙还能谈什么 你就是逼她发誓 让她不会虐待新莲 我都不会相信她 谈 那就跟大娘商量 看新莲能不能不要嫁过去了 没用的 当初刘和倩给新莲写信 让大娘知道了 大娘气坏了 不准新莲来店里了 还急着跑到顾家 把亲事给说定了 那可怎么办 看来只能去跟大哥商量看看了 不行 这事绝不能让家里知道 这鞋做得真精致啊 大娘 您儿媳妇给您做的这双鞋 不错吧 这么精致 大娘 那要花多少功夫啊 可不是吗 为了给您做这双鞋 我们周晴这手都给做粗了 新媳妇回门 给家里每个人都做双鞋 那都是早做好的 分头让家里人帮的忙 你媳妇的手是拨算盘的 哪拿得了绣花针呢 还是大娘明白 您这一双 是我请我娘描了样子 绣还得是我自己绣 怕不好 还请她给改了改才敢拿出来 很好很好 月儿 把我媳妇的这份孝心收起来 是 家里都好 回家你娘哭了几次 家里都好 我娘 她看我嫁得好 哪还会不放心呢 那就好 你是你娘心坎上的宝 话得说清楚了 我答应你去店里 是因为打海 怕你留在家里 被两个婆婆亏待了 我可是舍不得你呢 我娘当然明白 这是娘您器重我 她还嘱咐我呢 说要我好好用心血 那就好 坐吧 娘 我给您点上 打天哪 对我们家的生意 已经早就没有心思经营了 我也指不上她 还让她去店里啊 就是怕她游手好闲 再惹出事来 可是这店呢 都交给打海 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叫你去呀 就是让你去看着她 别让她再闹出什么鬼把戏 把这百年老店给折腾光了 娘 我那成衣卖得可好了 您不知道 还有客人啊 说还要再带人来买呢 你那些东西 不都给他们娘家了吗 能卖的早点卖光了吧 以后啊 就专心经营咱们家的正业 也不认识 筹布庄就是筹布庄 卖这个卖那个 成什么样子 以后啊 她要是再有什么坏主意 你就早点告诉我 要是帮她瞒 帮她乱搞 我就唯你试问 知道吗 知道 你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吗 新莲这事啊 大娘知道以后一定会怪我的 是啊 但是这个家里 还有谁能帮她 周青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 大娘要是知道了 你说你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你以为我本来的日子多好啊 还能坏到哪儿去啊 新莲 开门呢 我给你送鞋子来了 你要是没做好啊 别想讨好我这个小姑 还巴结你啊 两件上海的新鸡袍 这是你二哥的那批货 我看这两件 应该挺适合你的 你几天做好的 你啊 我正发愁呢 顾家前两天把尺寸送过来了 好大的家族啊 老老少少加起来 有三十几个女眷 我怎么做得了啊 你得帮我 你过来 我有话要跟你说 这么正经八百的啊 新莲 你跟刘和谦的事 郭家已经知道了 我晓得 你怎么会晓得 谁跟你讲的 就在你们成亲那天 郭家三少爷 他自己跟我说的 我不知道 他从哪里听来的 他竟然说 我是自己投回来送报 想比现在外面 已经传得很难听了吧 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们说啊 说了又能怎么样 亲已经定了 娘她还能准我不嫁吗 没有人能够帮我的 闹了也是白闹 这次我们不闹 我要你离家出走 心莲 顾老三你绝对不能嫁 他不仅每天在外面花天酒地 而且还说了 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 哥绝不能让这种人 糟蹋你一辈子 这个主哥替你做了 离家出走 我 我离了家 还能去哪里呢 刘和谦他带你去哪里 你就跟他去哪里 刘哥哥 他愿意带我走 他必须带你走 他把你害成这样 我就算逼 也要逼他把你带走 怎么样 你愿意不愿意 让开 小心 让开 小心 让呀 死奔 你好好想清楚 到底愿不愿意跟新莲死奔 我已经问过她的想法了 她愿意跟你走 现在就看你敢不敢了 她愿意啊 那我当然愿意了 她有没有说过要去哪里啊 这当然得问你了 你能带她去哪里 可是我从小到大 都没有离开过镇子 我也不知道去哪儿啊 那亲戚呢 我去问问我爹 看他能安排我们去哪儿 不能去问 你这是要私奔 还去问你爹 他那么恨江江 他会答应啊 还要是你 请问一下 哪儿 那儿 我还准备你 去问他 是 是 这呢 吃多少苦我都不怕 行了 爸 这又不是写情书 那么容易轻松的呀 没你爹 你行吗 我行 我愿意 就算我爹不答应 我也要带他走 跟他永远在一起 好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这样 你们去上海 我那边有朋友会照顾你们 就算你一时找不到工作 或者生活上有困难 我都会接激你们 其实也不会那么难的 我跟新莲小姐 去上海工程结婚 然后我们还照样回来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 我爹不会不承认我们的 你们还是别回来了吧 你们要是回来的话 我大娘肯定会被气死的 她是家里的独生子 她是家里的独生子 怎么可能一辈子不回来 他们去公正结了婚 大娘也不能怎么样了 等上一阵子再回来 也没什么不好的 这个主意啊 我喜欢 你呀 你就这么做 给我气气那个老乖 老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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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姐 你要去哪儿啊 屋里太闷 我去桥上看看书 天气热你小心点啊 几点啊 应该出门了 我去趟舞厅 我怕婷婷没有接到她 等一下 金风应该不会无视的 再等等看吧 你不是说今天要是我们出去了 会让家里人怀疑的吗 急死我了 他请假的话 那你打电话去家里问吗 他不是说去杭州两天散散心吗 怎么会在家呢 张子也不说放在哪儿 今天这公文上不去 大家都得倒霉 你看啊 在这儿吧 我就知道它藏在这儿了 来 给你 快点盖吧 好 走 刘哥哥呢 不是说好了吗 就在前面等 传开的时间还早 你别着急了 来 走 那你告诉我在哪儿啊 就在前面哪 喂 我是刘大展 哪位啊 招邪礼 好久不见啊 是是是 这小犬啊 在银行 还多亏你照顾提拔 改日呢 改日我一定登门道谢 你 你说说说说什么 你说什么 这 他辞职了 这 我 我没听得说起啊 不 这怎么可能呢这个 成衣啊 都是可以改的 要不然这样 改天让你们家老爷 来我们店里一趟 我请我丈母娘亲自给她改 或者让我丈母娘亲自给她改 也行 这怎么好啊 应该的 这个成衣啊 都是要改了以后才合身的 只要你们看中了布料 看中了款式 都可以改 都可以做的 其实我觉得呀 这种款式 大海更 你看这花样 提老爷电话 好 两位慢慢看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跟我太太说 好好好 提老爷 大海 大海 我听那声音像是铁牛装的 对不对 是不是金凤出什么事了 你还管什么金凤啊 不是铁牛 这个铁老爷 算了跟你说你也不认识 喂 铁老爷 您好 您好 我是江大海 您最近都好吗 好 那 您把那批货 都安全地送出去了吗 是金凤出事了 不是金凤 是新莲 不认识 还有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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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